在公布中期业绩之后 万州国际又发布了一份更换董事 及重要管理层的通知 这立刻引起了吃瓜群众的注意 两个月前 万州国际突发公告 免去主席万龙长子万宏健的执行董事 董事会副主席 ESG委员会 及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 副总裁等职务 及时生效 万宏健事后向媒体透露 主因是当天与父亲万龙 就CEO人选发生争执 契级之下以头撞击万龙办公室的玻璃墙柜 年满80岁的万龙 似乎也到了退休之灵 外界开始猜测谁会成为他的接班人 根据最新的公告 万龙辞去CEO一职 从资历来看 郭立军一直处于权力中枢 而接任他的真经验 长期从事财务总监工作 这一安排很合理 万龙仍将留任执行董事 董事会主席 提名委员会主席 食品安全委员会主席 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 大局已定 恐怕未必 股权归属才是关键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 虽然CEO已改由最有资历的人员担任 但由于万龙仍担任董事会主席 重要的决策仍由他来做出 所以变化并不算太大 只是将执行的权力 让度给他人而已 今年6月初 万洲国际宣布一价 于17%回购并注销最多达19.17亿股股份 相当于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3% 面向的是公众股东 也就是说 完成回购之后 万龙的持股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若按他当前持有的股份数计算 回购完成且购股权或悉数形式 他的持股比重可能达到26.34% 这些股权交给谁 谁将拥有改变董事会格局 和最终决策的权利